冬至刚过,画虫人张谦便来到西安城墙根下的树院门,在路边摆上一张桌子,拿出画笔,开始创造一只蝉。 因张谦专攻画虫,虫子哥变成了他在此地的招牌。 尽管天气寒冷,但听说张谦要来,不少数画爱好者还是赶来现场围观。 张谦告诉记者,自己从小酷爱画画,少时学艺至今已画了数十个年头。 几年前,张谦来到西安创业,从事绘画教学工作。 受疫情影响,今年四月份,张谦的绘画教学工作室暂时关闭。 为了生计,他将画桌从室内搬到室外。 文化气息浓厚的树院门是他摆摊的首选。 这个是文化聚集地,到处都是高手中的文人默课呀。 我就觉得这个地方,它不像是一个街头什么那种卖艺的这种的, 更像是一个学堂。 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呢,不仅可以让自己练到自己的内心, 练到自己的功力,更能跟大家学到更多更多的东西。 为了在高手云记的书院门闯出名堂,张谦决定将画虫作为自己的特色。 记者看到,张谦先用铅笔在纸上勾勒出昆虫的形态, 然后再用毛笔画出细节。 在他的笔下仅有手指大小的蝉,其身上绒毛却清晰可见,蝉意轻薄,层次分明。 张谦称,由于虫身太小,又是毛笔作画,一笔画错便前功尽弃, 这就需要有良好的绘画功底,同时也要懂虫爱虫,了解他们的生活习性。 为此张谦经常要四处寻虫。 光看图那是不行的,必须要深入到生活里面。 所以说我就去到了咱们秦岭的那些山里,然后去抓来一些蝉或者是其他的小床, 然后还在家里自己养一些,养了之后呢,在家里拿放大镜啊,没事了就去看一看, 然后观察一下,观察他们身上的每一个细节的地方,这样呢,只有看得清楚,咱们才能画得清楚。 无论下属东寒,只要出来摆摊,张谦一画就是一天,看似简单的衣服重画,张谦至少要画六个小时。 由于费时费力,张谦的每幅画定价为一千元至数千元。 对于不懂行的人而言,这样的价格略显昂贵,因此张谦每个月只能卖出几幅画,勉强维持生计。 在张谦的话里,小虫有着不同的寓意,蝗牛代表执着,蝉代表宁静。 在张谦看来,他也如同一只蝉,折服在书院门这片泥土里,等待着一鸣惊人的时刻。